对空中力量这种打击也好 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就是他不能识别 好 谢谢老师 我们再来到镜头 来 徐将军 这个军事专家 这些的镜头 从军事的专业的判断来讲 能得到什么样的珍贵的讯息 第一个就是卡扎菲那边的 这个政府军啊 这个完全学习了这个班加西 把他的这个军队的 这个显著的标志把它消除了 让他和这个反对派的这个军队啊 在外表来看完全一致 就说明他们有个很好 这个灵活的反应的基础 第二个就是说明 这个政府军他有一定的战果 就他俘落了一部分人 是吧 俘落了也击毙了一部分人 对于这个赵培 能不能说明 有没有什么反人道 反国际法的问题 很难说明问题 很难说明问题 这个主要就要现场 现场经济这个调查 因为在战场上打死人以后 在埋葬的时候 一定要把尸体集中的 所以把尸体集中 很难说明什么问题 到目前的局面当中 你怎么看待卡查菲 现在他还能撑多久 你觉得他还有本钱 可以撑一段岁月三个月以上的 来我听听看你的看法 我们现在一直在 在讨论说卡查菲能撑多久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 英国和法国 卡梅隆和萨克齐 还能撑多久 这个这场战争呢 其实大家都在熬 因为毕竟空中打击和这个地面作战不一样 地面作战可以拿着左轮手枪顶在脑门上 迫使对方屈服 但是空中打击很难做到 我们讲这个当时空袭 南联盟是空袭了78天解决问题 到节目录制的今天已经空袭了整整110天 其实他并没有解决问题 并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卡查菲还能撑下去 我个人认为他下台可能是必然的 为什么必然的 我觉得美国必然要让他下台 时间长长问题 万一不下台的话 利比亚问题不光是利比亚问题 他牵扯到伊朗问题和朝鲜问题 万一卡查菲真的能够撑下去美国认输的话 那对于伊朗和朝鲜来说 就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坏的示范 那么金正恩人也不会屈服 包括伊朗也不会屈服 那美国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实现的 美国人要的是他在这个领导职位上死掉 还是说他皮体面面的下台 让班加西说不明白的政府上台 他现在一味的要求北约尽可能快打击打击打击 现在北约毫无疑问在进行一场战争 但是有谁真正授权他 其实回到阿富汗伊拉克也一样是这样 这不过是以北约为首的西方世界 想重新把殖民主义带到北非 好掌声鼓励谢谢 刚刚在第一轮的讨论当中很多人都点出来 这个问题不是光看卡查菲能撑抖 包括他的对手 包括英国跟法国 还包括美国的决心跟意志 他的整个国际战争的整个利益考量是什么 休息片刻 我们就要听听 包括美国的朋友 还有非洲朋友发出他们的声音 待会见 北约那边呢 他有权力 有武器 什么都有 在什么都干不好 卡达姆同志不是一个好同志 这句话就不对 他后面的政策确实走样很多 是不是他 他也做了一些恐怖主义的活动 卡达姆目前的处境 也不是沙达姆当时的处境 沙达姆后来是拉登都被和谐了 退休吧 大家都同意他退休 迷糊一起谈 争论更加精彩 要观察利比亚的战区 当然不仅光听我们的华人观察声音 还要看看其他的国家 这是一个国际社会的政治角力的问题 首先要介绍了三位嘉宾来自不同国家 第一位在我左手边 左前方的是卡麦隆大使馆的翻译 来自非洲的杰盖 欢迎杰盖 大家好 在我右手边来自美国 也就是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的副总裁 王渊远 欢迎渊远兄 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印度专家 来自印度的高兴来到现场 好 首先杰盖 来自非洲的角度来看待利比亚 目前看待卡扎菲他的命运 跟前几个月来相比 你觉得他还有反铺的本钱吗 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 包括我想现在北欧或者北约 北约国家 他们都现在非常的比以前更紧张了 因为你想一想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3月19号吧 开始的时候都在吹牛 说肯定用不了几天 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可是时间已经都三个多月了 还是没解决 那么我想呢 这个也是给全世界 给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很重的信号 战争的圣语书 不光在于你的武器有多强 或者你的 你还得懂战争的诀窍 甚至你还得懂孙子兵法 对了 没错 真的 那么你想一想 凯特菲一个人在那边 那么可以说 基本上全世界正在往他那边打击 那他呢 已经快一百多天了 你还能怎么解释呢 这不是给 这说明北约已经发现 自己是算是大丢人了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当我们看到国际性说 现在非洲联盟 他不断的在斡旋利比亚 似乎非洲联盟是站在卡扎贝这边 但从国际的现实政治来讲 会觉得非洲联盟 他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遗憾 非洲联盟没有足够的能力 没有足够的 比如说经济方面很有限 所以他说有什么想法呢 在实行这个想法是非常有限 这是具遗憾的 对 可是北约那边呢 他有权力 有武器 什么都有 但什么都干不好 什么都干不好 北约之所以干不好 有人说因为美国并没有强力的支持 美国这次退到第二线 渊源你看到美国这次角色 不会是美国的算盘 你是认同吗 我认同 我觉得肯定会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人对这个战争 其实很多人已经非常的疲倦 所以就是说 这个国家去做这个事情 就为什么美国会支持这个事情 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刚好 其实跟英国跟法国一样 他刚好他的原则 他的战略和他的利益 刚好是吻合的 对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 他反正觉得卡扎菲肯定要下台的 对 我们看到希拉里说了 他说相比对欧洲发出的威胁 卡扎菲应该将利比亚人民的福祉 和力放在守卫 他应该下台 并帮助促进利比亚进行民主转息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看这个局 看这个局面 他认为就算他不采取行动 也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他觉得采取了一些这样的行动 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来得更快 可能对利比亚本身也会更好 包括对美国的利益也会更好的 所以他才会愿意违反美国民众的声音 去做这个事情 好 谢谢 来 转到印度的高兴 高兴看到目前整个局面来说 要解决卡扎菲未来的情况 是不是还是要透过战争的角度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 卡扎菲同志不是一个好同志 他的40年多几类的自由 已经达到了最被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一个 那么第二 就是哪怕他有多少资源 但他还是不得不用了这个国外的这个 孤雍国外的士兵来打仗 就是利比亚国民不支持任何派 这个战争不能算是国内 就是国内的战争内政 你不管有孤雍军 刚才高兴先生讲的也好 那孤雍军是少数 多数还是那个利比亚本身的 这个士兵和这个部落的那些武装力量 这是主题 我希望提前呢 在你问川家之前 先给你补一句 你刚才一张水就说 这凯雅飞不是个好同志 这句话就不对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你凯雅飞有些不好的 你当40个美女当你的保镖 然后你出那都 不是 你就是嫉妒他 有美女在旁边 我男保镖你就没问题了 你听我说 来别盖 我就想告诉你 你可能有一些对非洲 有一些不了解 他卡加菲有些不好 那是肯定的 也有一些非常好 这我要告诉你 比如说 为什么利比亚是属于非洲 最富有的几个国家之一呢 我跟你说 利比亚是全 恐怕全世界没几个这种国家 就是说社会整个保险 医疗保险 学费全是免费的 这都是卡加菲 这多少年以来 去制作的一些贡献 小孩生下来 以后一直到老 免费医疗 上学从小学到大学 免费医疗 然后呢 他的人金收入在一万美元以上 这个东西都很便宜 人民生活都没有问题 确实在非洲来说 他是比较富的国家之一 如果说卡加菲在 就是八十年代以前 给老百姓带来 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 他后面的政策 确实走样很多 你比如说免费医疗问题 你去试免费的 但是你去这个医院以后呢 第一没有好的医生 第二没有好的药 你如果想治好病的话 那你去私人医院 那就意味着 是原来的三倍以上 这是免费医疗的问题 所以老百姓很不满 也能理解 为什么就是有那么多的人 对他不满 免费教育的问题也是如此 那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没关系 这一点很简单 你给我 你走全世界 欧洲亚洲 非洲美洲 大洋洲 你给我选一个国家 说势力的和国家的 是同等的 有吗 就说价格啊 比如说上学也好 医疗也好 你给我提一个国家 就一个 这是全世界 全人类的一个 但是这里面是另外一个问题 衔接在这儿的 是不是他 他也做了一些恐怖主义的活动 对不对 刚才这个高兴说他不好 这里面讲的是 问题是他好与不好 是不是就可以国际社会的力量 那么用武力的办法 把他赶下台 或者甚至实行斩首行动 所以这里面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贺主任提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争议的人物 所以在国际社会当中 因为自己的政治利益 或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同的考量之后 于是采取了一种介入的手法 跟程度就不同的 我们就看到 你看现在是国际上 抽出了一个逮捕令 这逮捕令是 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他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 而针对了这个卡扎菲的逮捕令 那么这个一天刚好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第一百天 这个逮捕令 它能达到多大的效果 它能够是一个致命的 达摩克里斯剑吗 来 贺主任 这会是个关键所在吗 我觉得它达不到实际的效果 达不到实际效果 首先是因为 国际刑事法院 它自己没有自身的警察力量 那么它所能够 只是要求成员国来配合 如果成员国配合 那么把这个 它发出 签出逮捕令的 这个所谓的罪犯 那么移送它的法院 它才能实现 那么首先利比亚 它不是这个签约国 那么现在非洲联盟 刚刚开过的这个 非盟首脑会议 那么也认为 要求非洲国家 所有国家 不配合这个决议 所以它从执行起来 它就有难度 所以它取决于 完全是卡扎费政权倒台 那么就像这个 前男这个米罗守维奇一样 就像我们这是一个 皮子不纯 毛子烟腹的关系 如果你的政权都没有了 那你个人这个被签发了 这个逮捕令的这个 原来的首相啊 或者是元首啊 那么你的命运就 就堪忧了 而它的实际作用 是不是只是一张纸而已 只是一张 也是心理战的作用而已 徐将军 从军事角度来分析 首先我有这么几个看法 第一 卡扎费不是萨达姆 卡扎费目前的处境 也不是萨达姆当时的处境 原因就是 他手中是有牌的 最重要的一张牌 明星 你不能不承认 如果卡扎费完全失去明星 根本就不是今天这个状态 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藏匿的状况 都告诉了有关的单位 或者是美国的情报单位 早就掌握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为什么北约的行动 现在看到有点吃力 另外就是方方面面 我上次那个辩论的时候 我就讲了 方方面面都在找台阶 找台阶干什么的 让这个卡扎费下来 体体面面下来 我当时我就认为 他的下来 最漂亮的这个结局 是什么呢 年纪大了 退休吧 大家都同意他退休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台阶 是我们给他设计的 好 谢谢 来 这位又来展现肌肉 来退休 最重要的问题 我要问这个老师 你跟卡扎费 修什么呢 修什么 我跟卡扎费